那么我们刚刚跟乌波塔尔打完了一场友谊赛 因为这场比赛呢 虽然最后结果是个平局 但是对场面上的这个优势我们还是很明显的 尤其是这个通过这段时间的这个比较统一的高位压迫呢 这个训练呢 我们呢实现了在场上大部分时间对球权的控制 而且呢 因为对方年龄偏大 对方也并没有对我们的后场做太多的这个压迫 所以呢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呢 是在进行一种阵地进攻 那么呢在阵地进攻当中呢 我们的优这个表现好的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球员呢 参加比赛的球员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就是说愿意去尝试去传一些安全球 更安全球的比例比以前增加了很多 而不是说急于去向前向前再向前 那我们的左右两边的这个拉扯 这个倒角比以前耐心了很多 这是比以前进步很大的地方 因为我们以前经常会出现过于急躁啊 攻击对方的铁桶阵的时候过于急躁 传了太多的威胁球 并不是很好的机会 强行传威胁球 结果被断或者失误 结果被打反击啊 然后呢 产生这种血羹的效应 那么这场比赛呢 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出现 除了第一个丢球 对方是一个运动战进球之外 另外三个丢球都是定位球 都是脚球的问题 那么定位球防守呢 我们后面呢还需要再去练习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阵地进攻的时候 当我们已经把对方摁在半场的时候 这个对方也不出来抢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更好的去创造局部人数优势 比如或者创造空间 去进攻 平常我们周五呢也练了一些 比如说两人局部配合的时候 可以有些后套啊 或者有一些 那么局部的换 那个交叉换球啊 这些小的套路 但是呢 我们现在要说的呢 这个视频里要说的呢 并不是这个局部的问题 而是从整体上啊 我们的球员之间 进攻球员之间要有这个换位的意识 要有这个不停的跑位 通过跑位呢 去打乱对方的防守部署的意识 那么对方呢 让对方呢无所适从 就是你跟呢 跟呢阵型就会乱 不跟呢 就会在局部少防多 我们要基本上呢 我们要想办法呢 在这个方面呢 下做文章 因为我们也提过乌尼迪感 我们经常会发现 我们在尝试百大巴的时候 有些强队 他们就会通过非常 这个聪明的这个船跑 船跑配合 让我们呢 的防守体系呢 直接崩溃 不管是我们采用盯人防守 还是站位防守 那是真的防不住 而且对方并没有去 一对一的过我们 但是呢 他们就是跑和船 就把我们的防守打穿了 那么他们这个跑和船 能打穿我们的这个关键 是在于什么地方呢 这也是我们这个视频当中 要讨论的一个地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呢 这个星期六的时候 比赛的时候的一个常态 吴霍塔尔是红色 我们是蓝色 那么在进攻的时候呢 我们压上去了 吴霍塔尔六个人都在后面 包括门将七个人都在后面 从中场呢 才开始呢 给我们稍微一点干扰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组织 我们比较好的一点呢 是第一 我们的门将呢 改于出来去帮助捣球了 这样呢 对我们的中卫的 这个接球压力呢 也是大大的缓解啊 我们有非常多的这种 后防线的来回的转移啊 包括结合的中场 这个六号球员的这个帮助呢 形成这种控制倒角 然后左右拉扯 把球权能保护住 也给对方呢 这个打反击的机会少了 少了很多啊 这是我们 这个进步很大的地方 但是呢 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就是 到了 这个进攻三区的时候 办法不多啊 就到了对方的半场 到了对方的进去前沿 当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的时候 我们往往出现进攻停滞的问题 没有办法又打回去 或者呢 移脚射门草草了事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破这个局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 星期六的场比赛呢 大部分时间 这个五号位置呢 站的是陈世元 七号呢 这个左边峰是吴明玉 那么起始位置都非常好 两个压在这个底下 充分的 这个去限制对方的 这个二号和三号 两个边后位的 注意这个 活动空间 让他们呢 不得不去跟着你 这样呢 我们在中场呢 六号啊 四号啊 就都有更大的空间呢 去活动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不能只局限于这一点 我们需要 更多的无求跑动 好 比如说现在三号的这个位置 比如正义标 左后位在这个位置 拿球 六号在这里接 然后对方呢 知道你要接球 对方呢 在这里 限制你 或者这样限制你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局面的关键人物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七号和五号的跑位 这两人的跑动 决定了 我们的这个进攻呢 是停滞 是蹉跎呢 还是会出现一些杀机 好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如果对方的后卫 跟出去了 比如我们的六号 中场 中场这个球员 在后面接球 对方的后卫 跟出去了 那么这个后方啊 这个空间就非常的大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敢于 去利用这个空间 我们要敢于 去利用这个空间 那么如果说 这个七号和五号 是两个人 就应该至少有一个人 向进区里面去查 这是一点 好 那如果对方 四号不跟出去 而是采用了六号回撤 这种方式来防守 就更加被动一点的防守 那我们大家可以 更从头去捣脚 去消耗他们的体能 对方战略战略比较好 我们可以捣脚 去消耗他们的体能 但是我们迟早是要完成 向前这一脚传球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传呢 那么这个时候 六号跑到第一个位置 发现自己被跟住了 那么我们的四号中位呢 就要到中路来接应 就传给四号 这个是完全空的 那么这个时候六号呢 可以采用一个横向跑动 寻找第二个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对他们的五号和六号 造成混淆 他们同样是不敢去 四号去跟 如果四号如果常行去跟的话 同样的我们五号或者七号 插对方门前 我们可以适当的打一些 或者插这个位置 适当的打一些长船 如果对方 在这种被我们压扁的情况下 还敢去前提防线的话 那么他们的身后就是大孔当 对吗 那么四号可能还是不敢跟 那么六号呢 这个时候啊 看他本来是在这里准备 建议三号的 球给了四号之后呢 六号往这跑 那么对方的六号球员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去压球 那五号来跟六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二号就有空间了 那么这个时候打过来 我们的这个右边路 就有机会上球 这个球上去了 这边呢就可以 因为这个五号呢 说的比较紧 那么右边这边就会出现 二打一的机会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二号球员呢 就要敢于呢 去带一下球 把球呢往前推进几米 这个突破这个五号 这个平行的这个防线 被逼迫他回追 这如果你够快的话呢 他来不及回追 那你就突破他这条线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局部呢 你就可以和二号和五号之间 形成二打一 如果他去强行防这条线的话 那么这时候六号这里 就会有线路 甚至你可以自己拿球 往内切 这都可以 那么与此同时呢 这也是我们最有问题的一点 就我们的七号球员呢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留在边线上 这个时候七号球员 一定要溜过来 寻找这里的可能的空间 也有可能你会 甩开三号 在这里直接形成后点的强点 这是可以的 这个星期六比赛 有一次凯伦呢 给吴明玉传了一个传钟 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呢 这种传钟呢 是可以的 就是说 有空位 然后呢 后点也确实跑出机会来了 可以去传 那么你也可以呢 更大胆一点 直接溜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这里局部更加形成了 这个多打手的局面 好吧 这是呢 我们的一个思路 就是通过 如果说对方的防守很保守 就是七号在这里压一下球 干扰一下 他们采用中场回收 放掉我们中位这个点 去防守的话呢 我们完全可以呢 通过 这样的移动 六号通过这样的移动 去吸引对方五号的注意力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给二号创造空间 那么有人要问 那么这时候六号如果移动 五号不过来跟 五号还站这 六号过来防 那这怎么办呢 那这也很简单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需要 这个提升的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七号 看到六号跑开之后 七号就要不要再站在这了 站在这呢 你没有什么机会 你要么就往下插 因为这个时候 丝毫获得一个非常干净的 长船的机会 不是说完全不让你们长船 对吗 如果说长船 距离很比较近 已经到中线这个地方了 就可以尝试一些长船 但在本方禁区呢 你的长船 距离太远了 成功率不会太高 对吗 或者呢 那么对方你先往下跑 那么对方三号如果跟出来了 你再一个反跑 提上去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空间就非常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三号球员呢 顺势向下 给七号 七号拿球 可以转身 如果有空间可以转 没有特别大的空间 可以直接过渡给三号 然后在这个局部 形成的多功少 就是七号和三号 两个人打三号 对方的三号一个人 好 但是同时呢 关键这一点 还是同时 跟刚才一样的 当我们的 这边的边后 位助攻上来 三号助攻上来 我们的五号同学 也不要闲着 五号也不要闲着 五号就选择 第一 赶紧插门前 那么三号拿了球之后 他跟七号这里 比如说七号转身了 你赶紧插门前 这里对方中位 如果他去顶的话 你一插门前 对方中位 如果去顶球的话 那么 去顶人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这个插门前 就有可能直接冲到上级 对吧 那如果给了三号 你直接插门前 三号也有可能 有一个选择 是直接传中传给你 好 即便这两个位置 都没有马上传 你也可以考虑去溜 直接换边 溜过来 溜到这个底线 这也是我们看到 乌尼迪卡很多强队 经常用的一个战术 就是 边路球员 从一个底线 溜到另一个底 从一个边线 溜到另一个边线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局部的人数 优势就会被扩大 那么对方这个球员呢 还没来得及 跟回来的时候 或者跟了一半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 对方这个边后位 不知道该上 还是不该上的时候 你突然间 从这里溜出来 那么这个球传来 就威胁就非常大 对吧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的六号球员 七号球员 要赶紧的 反跑到门前 去尝试强点 另外呢 二号和四号 要回来保护一下 这样呢 我们呢 就能技能保证 防线呢 相对来讲 人数充足 第二呢 我们的进攻呢 也就会变得更有变化 变化就会更多一些 这个呢 再总结一下 就是说 我们呢 两个边路球员 五号和七号 两个球员 需要提升的地点 几点就是 第一 你要根据 中场核心球员 六号球员的跑位 去选择自己的位置 比如说球在这个地方 比如去看这儿 比如门将现在拿着球 六号 第一时间没要到球 六号跑开了 往另一侧跑了 那么六号跑开的什么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门将给了四号 六号呢 就可以去直接接用四号的传球 对不对 那这是六号 往这边跑的意义所在 因为他在这里接呢 可能被对方看住了 接不到 那我就往这边跑 然后呢 去跟着球 可能的一条路线呢 去跑位 那么在六号跑开的同时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换到另一边 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等五号球员 就要去敏锐的把握住 六号球员 刚才活动的这个空间 他跑开了 这里空了 五号绕出来 那么当五号绕出来的时候 那么我们局部呢 就形成了两个中场 对不对 四个后卫 在他们家有四个后卫 在后面倒 中路有两个中场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七号球员 就一定不要再留在左边路 就要想办法 兜出来 因为这个球 如果说这个球 能直接给到五号 五号转身的话 那么七号就要想办法兜出来 这个兜出来的意义和在 第一 拉扯对方的三号 的注意力 你这一兜 对方如果这样去跟你 那对方这条线路 就完全空了 那这边我们的空间就很大 对吧 那如果三号 还是 没有及时跟 还留在原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方这个中位 就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那么之后中位是跟你 还是跟球 还是不跟球 同样这边的二号 是顶人 还是不顶人 那么对方呢 一定会出现一些困惑 同样的 那么对方如果说 还是跟的比较好 那么你甚至可以 二号去跟了这个球的话 就阅读对方防守 如果二号去 一直跟着五号的话 因为五号回撤了 对吗 那如果就把对方的边后位 给引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另一侧的这个边峰 就可以大胆的直接 跑向另一个边路 因为我们的后面 始终留着人的 你不用担心 对方马上去反击 打你什么身后之类的 因为我们这还有边后位 那么五号这里 拿了球之后 同样的 七号这里就是空间 另外呢 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队友出现这种 背身接球的时候呢 我们身后的球员呢 要增强那种 去给他接应的意识 比如五号现在 被对方二号顶着拿着球 七号也去回 也去 也去溜边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 比如六号这个时候 还被对方六号跟着 但暂时不好拿这个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五号球员背身拿球 他不可能背身 去给这个七号这个球 我们也不鼓励 这个时候五号 去做一些什么 脚后跟之类的传球 去给七号 即便你看到了 这个成功率也不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二号 或者是中卫四号 就要有意识地 跑到五号的身后 去接应一下他 给他一个回传的选择 那么这个时候 七号如果呢 顺势兜出来的话 那么在这个边路呢 就会出现空间 好 这是这个视频 要讲的一个关键 就是五号和七号 要更灵活地去跑位 要学会去观察 对方防线的这个变动 要学会根据自己的 中场核心六号的跑位呢 去选择 什么时候站在边线 什么时候呢 兜出来接球 什么时候 溜边 换边 要多一个换边 这是在正义进攻的时候 可以考虑的 第二呢 就是说 当我们完成了 边路的多打少 在边路形成了 比如刚才说的这样 七号兜出来 五号溜边 然后七号 二号 边左后位啊 还有这个五号 在这里 已经形成了这个 局部人数优势了 给了五号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进区里面一定要插人 进区里面一定要有人往里插 我们有很多时候呢 就是属于这种 就是属于这种什么 边路形成突破了 然后进区里面没人 或者就一个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不能太保守啊 比如这个时候 左边路已经形成突破下底了 对方这个时候 已经出现失位了 那么这个时候 七号 六号 就可以敢于一个插前点 一个插后点 去抢点 同时呢 我们的三号和四号 当然要求保护了 那么你们的二号 这个二号刚刚 传上来扯之后 马上就可以内切到 这个倒三角的位置 去接应这个五号 去打远射 或者怎么样 好吧 或者是二号这个时候 没上去 那么这个时候四号 是不是可以上去 那么看到中卫上去了 二号三号在后面保护 中卫去倒三角的位置上 需要一个球 也可以 当然这顿需要我们的进攻端呢 有更多的默契 但是呢 我们先把这种思路提供出来 那么总结就是 第一点五号和七号 要学会观察 现在站位 无球状态下 直到去站位 拉开空间了 这一点 这个进步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呢 在有球的情况下呢 要根据队友的跑位 利用更多的中场的这种空间 去拉扯对手 第二呢 必要的时候 两个边前位 可以进行一些换位 交叉换位 可以呢 两个人靠到同一侧 去进行这个组织进攻 其实两个边前位 靠到同一侧 我们在里昂和在 柏林的比赛的时候呢 也都有过这样的要求 我们把这个东西再拾起来 但是这个现在的这个要求呢 会跟以前还不大一样 因为以前呢 比赛可能会考虑一些越位的问题 这个没有越位 那会有更多的溜底线的这种 靠到同一侧 更多的空间 第三呢 就在边路形容突破的时候 中路的球员呢 要及时的去强点 另外三个后卫呢 要有一个人呢 跑到进去前沿 寻找远舍 倒三角接应的机会 三个后卫呢 不要全收在后面 你这个倒三角这个人呢 一方面呢 是寻找这个倒三角 射门的机会 另一方面呢 也是对方把球解围出来之后 你可以在第一时间形成 对球的再次控制 或者拿去前二点 好吧 这是我们对于进攻端的一些总结 那么对于进攻端的一边 呢 谢谢观看